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带大家来看 这两天我们不是在告诉各位观众朋友 在股市恐慌性的沙滩之下 越是要沉着冷静 才能够来因应现在的盘势吗 今天台股是出现了跌升反弹 大涨了190.11点 收复了17000点的关卡 来到170015.36点 不过成交量是萎缩到3161.07亿元 那么今天盘面上的主流包括了晶圆双雄 总算是动起来了 还有航运股拉台盘中一路走洋 只是外资还是不赏脸 今天继续砍了318.08亿元 而投信继续买没有停 买超了20.46亿元 已经是连26买了 停了2007年以来的最长的记录 明天会不会继续买下去呢 我们要持续带大家来观察 因为内资对我们台股是非常有信心的 那么今天盘面上的重点呢 我们来看到像是替代能源崛起 所以太阳能呢 像是今天元金呢 表现就非常的亮眼 发出光芒 另外钢铁族群在最近这波大跌当中 一直都算是逆势抗跌的族群 除此之外呢 今天呢 所有的航空 海运 不管是散装还是货柜 全部都出现了一波庆祝行情 特别是呢 跟长荣题材有关的 荣运更是涨停创下新高 另外大摩呢 也看好散热族群 像是齐红跟双红呢 我们也有提醒大家 都是值得留意的标的 包括今天台积电也没有一直肌弱不振了啦 虽然距离今年元月的高点也差不多 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要走 不过今天呢 能够出现这个跌身反弹的行情 对投资人来说 还算是小小的安慰了 对不对 对 没错 今天真的是一个普天同镜的行情 因为跌跌不休 三天跌了一千点 大家心脏真的都快要没有力气了 快要没有信心了 今天来个晴天一柱 中场上涨了这个190点 让大家好像信心又稍微回流起来了 那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就是说 现在整个盘面上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今天有一个现象就是其实在整个 就是所谓的俄乌战争之下 有一些受惠股像我们之前有讲到的 太阳能甚至衍生造电动车 一些钢铁航运 钢铁的部分今天表现比较平稳一点 因为之前它有一波的涨幅了 所以现阶段钢铁有一点点在休息 可是好处就是说其他之前航运 或者是说像之前的一些电动车比较弱的 今天有看上来的迹象了 那我们要来看一下 就是说大家会比较关心 到底今天的这一根红黑 它是不是就此奠定了它江湖的地位 能不能够就这样子开始反弹了 我们觉得还言之过早 持续观察还在江湖病房中 对 还是有点脱离险境 但是还没有完全脱离困境 那我们昨天讲到台股油良好良坏 好的是我们基本面很好 那现在这次出来你看二月的出口 因为一月的基期比较高 然后二月来讲的话 它基期垫高的状况之下 其实营收没有增加很多 可是因为之前它的涨幅比较多 所以相对上来讲 它在对应一月的弹升就会比较大一点 那这个二月的出口 已经是连续20红的一个状态了 这是一个我们基本面的利多 对 那么现在二乌开打 已经进入了第14天 对 股市有一句名言叫做 跌升就是最大的利多 对 那我们起码呢 股市你看从18055 它开战那时候刚好站上18000点 然后到16764最低点 总共跌了7.2% 那这么大的幅度 被你打了1291点够多了吧 对 你稍微是要反弹一下 那所以今天的这一根红K呢 我们虽然不能断定说 它就此要回升 直问的讯号 对 它是一个适度的反弹 还不能够这样子 我们还是要谨慎乐观的来操作 我们一定要乐观 不能不乐观 因为我们昨天讲过 台股的平均比现在只有14倍不到 那平均以往的历史 大概在17倍 所以很多股票真的被错杀了 那这些股票其实都会蛮有机会的 那我们之前陆陆续续 也有跟大家提到过一些个股 包含像太阳能或者是像航运 像今天航运股 很多水手又非常的开心 因为今天航运股又很强势 那我们之前有跟大家提到 就是说 长榮 对 长榮的部分要怎么样的 那我们待会来看看长榮 我们海运 稍后再来看一下 我们先从几个盘面上的一些焦点族群 来开始看起 对 我们从盘面上的一些焦点族群 来去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大家现在会比较关心一个问题 就是有些股票 它态势看起来比较高 那它到底还会不会涨 因为就会比较担心 现在盘比较震荡 那如果它在高档的话 会不会会有压回 那为什么 比如说以3017的旗虹来讲就好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好像不太受大盘下跌的影响 对不对 好像表现还是非常的强势 那为什么会是呈现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其实我们看一档股票 不只是看现行 我们可能还要看它的基本面 因为旗虹的部分 其实它在之前表现的并不是很好 可是最近这几年它开始转好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EPS 一直的在上升 包含今年的预估还是会比去年好 为什么 因为在以往我们知道就是说 手机的部分 它主要的高阶都是用 这个所谓的散热板 但是旗虹的部分它是用石墨片 那石墨片的部分是苹果在用的 它比较薄 它能够比较好的散热 那现在中国的一些手机厂 他们也有在导入这个石墨片的部分 所以让它的这个营收开始回升 还有一部分很重要的是 它是华为5G基地台散热的主要供应商 那为什么有关系 因为华为不是被美国给抵制了吗 对 可是华为在非洲卖得很好 因为它非常的便宜 它的这个基地台只有 这些欧美大厂的百分之七十的价钱 比人家便宜了百分之三十 所以在非洲的部分 4G它华为占比重高达百分之七十 所以旗虹的部分是他们散热的主要供应 再加上它转投资一间叫做富士达 富士达是全球少数能够做这个折叠手机 内折外折 现在开始很流行折叠手机 对 你如果很喜欢看韩剧的话 你就会发现它的明星 每个人都在用折叠手机 对 那这一件是加分的作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投信 连续一个半月在买进 可是它的本益比真的也不高 其实涨到现在只有13倍 所以像这样的股票 它就能够继续上涨 那么另外一档 像3035的智元也是一样 这样智元的资金从来没有退桥过 对 大家都一直在里面很热 那智元为什么会这么的强势 其实蛮重要的一点就是 以往智元的这个所谓的IPL 它是做成熟制程的 那成熟制程在物联网 还没有崛起之前 其实市场上不太受欢迎 可是后来因为5G起来 成熟制程的需求增加 再加上它跟三星合作 那三星它切入的是14奈米 是等于属于比较高阶制程 所以让智元整个获利上来 我们可以看到它 以前都是赚1块多 去年赚4.65 那今年我估的比较保守8块5 市场上都估到10块钱了 那以现在其实本益比来看的话 它大概只有不到30倍 你看力旺的本益比都已经90倍了 所以它其实不贵 只是筹码比较乱一点 建议智元真的还是要再等拉回 再拉够一点 再考虑进场固局啦 再考虑进场会比较好 那你说这些涨多的股票 我可能看起来有点恐怖 那我想要低机起一点的 我们昨天跟大家介绍 盛群的部分 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盛群 虽然上去有一点点压力 但是主要是因为它要突破 这半年来的整理区 那盛群的部分 它的毛利率大幅的拉升 为什么呢 因为它32位元的MCU出货 年真的很快 我们MCU有分8位元16位元32跟64 现在32位元能够做的国内就是盛群 还有这个新唐 金利科也有做 但是金利科它是做比较工业性的 那所以这一部分来讲的话 它们的这个毛利率都会比较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获利表现也很好 你看出来二月的营收也创高 那现在目前股价要突破整理区 会有点压力 但是它的本益比是低的 好 那这些股票 其实我们可以从它们身上去判断说 不是说涨高的股票它就很危险 如果它的本益比是够低的 其实它还是有能力继续向上 那我们之前也有跟大家提到 俄乌战争最大的影响 就是在于这个所谓的 战胜能源 对 因为我30%要跟俄国进口 这是我被你掐着脖子 那怎么办呢 我自己好 只好在外寻求其他的管道 那我们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联合再生 在我们上个星期 我们有提到两档股票 一档是联合再生 一档就是安吉 我们看到联合再生今天非常的强势 那联合再生跟安吉它比较不一样 因为联合再生它是属于油亏转盈的题材 因为它之前是赔钱的 但今年大概可以赚到八毛钱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这个在手的这个所谓的暗场 包括停车场 自来水场非常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外资持续的买进 那你如果以八毛钱来算的话 其实现在本益比也还好 并没有很高 但是另外一档呢 就更比较物媒价廉一点 就是6477的安吉 因为安吉它有售电业务 所以它的这个收入一直都很稳定 大概就是2块5 去年比较差 1块6 因为成本太高 那现在消化完成本之后 尤其是它第一季订单消化完之后呢 第二季新合约出动 那这个新合约呢 它是采浮动报价 就是说成本涨了 我可以顺势的反映你的涨价 所以今年的获利 就会比去年来的更好 它有一档红顶投控 它合资了太阳能电站 今年要完成出售跟并网 所以以今年的获利 我们预估是可以回到去年 前年那时候的高点的获利 那时候是2块7 那今年估2块6差不多 可是股价离前波的高点 其实还有蛮长的一段距离 所以差不多快整理一年了 对 差不多快整理一年了 其实这也是大家可以去留意的标的 那我们讲这些股票 其实它未必会马上发动 但是它们都是好股票 经过一些时间整理 其实都还有机会 那么最后一档是我们也是在 之前有跟大家讲的 4739的康普 康普今天表现也非常的不错 那我们可以看到康普 我们重点讲就好 其实它有一间子公司叫做恒宜 恒宜它是提供电子硫酸的重要厂商 这个产品全球大概只有少数 卧在国外的一些高阶厂 因为这个你在镍里面要加硫酸 它所引起的这个化学反应 要非常的精准 所以它都用在这个半导体的 施制层的部分 那这一部分对于康普来讲 也是一个加分的作用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它今年的获利也是持续成长 然后投信也有持续在买进 开始在重仓了 对 所以像这样的股票 也是大家都可以持续关注的标的 好 那像刚才卉山老师 要告诉所有的水手 不管你是在货柜这条船上 还是散装这条船上 最近的操作要怎么样建议呢 简单来说 好 我们当时有跟大家讲到就是长龙的部分 它出现长黑K 那我们说要跟着外资的部分来去看 那当时其实如果你出现长黑K 隔天的话 你大概可以卖到160 那我们有说过押回来你再接 因为它毕竟它的这个报价 还有它的 我们那时候有花了一些时间去分析 力都不断了其实 对 因为股东会要讨好股东 所以股力应该是不会太差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最近又回升 那有机会压回我认为还是要接 只可惜它压的幅度不是太多 有点可惜 那像四维行跟卉阳这么强劲呢 对 那因为当时四维行跟这个卉阳 我们节目中也有提到 就是说在二屋 他们主要是做这个小麦出口的 那所以散装行的部分呢 它这一部分会有所谓的受贿 因为它那边小麦被禁止之后 其他的地方我要去做这个散装行的运输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四维行 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下一张 惠阳的部分呢 今天表现都非常的强势 那么四维行的部分呢 它因为机期比较低 那惠阳比较高 其实这两档股票 都是在俄乌战争之下的受贿股 大家可以做一个比较长期的关注 好 如果想要参考我们 辉香老师的观点 欢迎就扫描我们这边的QR Code 相信可以帮助大家 不管你是要在哪个族群上 来做胜选的选股呢 都会更加的有信心 那么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 继续来听听陈建成老师的观点 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 让理财大亨来找你 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我是刘涵竹 昨天呢我们才刚请陈辰老师 说了几句安抚人心 这个普渡众生的话 今天呢果然出现了 跌身反弹的行情 其实呢就是俄乌战争的 不确定因素 已经进一步的降低 算是利空开始顿化了 对不对 因为14天了嘛 再烂还能怎么烂呢 对 后来呢 我就跟各位讲 反正利空一个个出来 现在这个美国跟英国 开始制裁了这个俄罗斯 石油不准进美国嘛 对不对 那你发现欧洲 法国 德国 不太敢动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天然气 还要仰赖这个俄国 能够那个输送给他们 所以其实你可以发现说 这么样一个重大的一个利空 已经要制裁它的能源了 可是昨天的这个美股 虽然还是下跌 但是我们的盘前期货盘就倒 那今天的这个台积电 联电 都在涨了嘛 对 那其实我这几天 我一直苦口婆心跟各位讲 我说如果你前两天 你没有去杀了 再来利空这两天 你就真的不要再去杀了 所以如果你没有去杀 我想今天你们上 今天就算你要卖 你也不会卖在昨天的低点 对不对 好 那回过头 我已经跟各位讲了 我一直要用一个观念 跟各位讲 如果昨天我来讲 你如果要那么贴着盘去做 我告诉你 就算给你买到八九十块的台积电 你也不会放到六百块 八九十块的台积电给你买到 遇到中间一些国际利空 你就会砍贷六十块钱 对不对 你很在意赚一两块你就要跑 然后呢 跌个五六块你就要停神 我跟讲你这辈子很难 靠做股票变有钱人 所以我要告诉你就是你不要这么贴盘 当然是因为国际利空这段时间 二物战争不会打一辈子 我认为最差三月到下礼拜的联准会升息 你没有说 你没有看吗 一月都在跌联准会升息的利空 二月改五二战争 大家都忘记升息的利空这件事了 对 所以我这两天就给你强调 下礼拜 在这个联准会的这个会议纪要 他们已经决定三月升息 不管升一码两码 那也都不重点 反正现在二物利空 跟这一个联准会升息利空 你就是放在一起看 然后你不要忘了 三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月份 三六九十二 记得做账 对 你们这个时候你都不敢去买股票 但是我跟你讲 集团要做账的 在这边已经悄悄慢慢给你吃货了 不然你看投信现在天天吃货 他们都在吃假的嘛 不是 好 所以回过头来看 在这边我有跟昨天就跟你讲 在这里前面的低点 基本上都快到了 所以真的再杀下去 你真的不要再去 再去随便的去这个杀股票 那你看今天虽然 整个指数没有过昨天高点 对不对 可是有一些个股 今天是有过昨天的高点 那他就算强势 另外我们现在指数 因为这几天杀很快 所以离五日均很远对不对 五日均现在在17 338 好 那有没有股票 这一波他比大盘先率先落底 然后开始弹上来 比大盘还接近这个五日均的 甚至他随时有可能 已经要冲过波段高点 或者他要站上短期的均线的 那我认为他相对就会比大盘强势 那这也是你接下来 你可以持续关注的一个族群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呢 因为苹果的这个新品发表 对不对 那我们这边跟各位分享一下 跟这个苹果的新品发表 可能会有一些商机的一些个股 那我们知道台积电呢 在苹果发表这一代 新的这个怪物级的晶片 M1 Ultra 它在这边里面 我们认为这个M1的Ultra晶片 最主要的工程就是台积电 是 然后跟星星 那怎么说呢 其实我一直讲说台积电 它对它的先进制程 有非常大的一个信心 所以根本就不担心三星会赶过它 那除了先进的制程 当然还包括这个先进的封装 那也就是我们未来三五年 持续看好的一个族群当中 那在这个苹果的全新封装架构 它最主要是连接两颗M1 Max裸晶 两颗给它认在一起用 那两颗弄在一起 当然封装技术就很重要了 那在它加持底下 台积电的封装技术效果底下 M1 Ultra的GPU 绘图晶片的性能 会超过NVIDIA的这一支 这个GeForce的RTX 好 那话说这个是目前 那个台湾目前市场上 最快的这个显卡 那另外你不是只要快 你还要快 感觉这样快就会耗电 对不对 问题是它快 它还可以省电 比这个RTX还要省 3090比这颗快 然后又比它省电 那这就是它要来这个市场 来这边竞争的一颗利器 所以多晶片封装 那当然怎么样 你要很多晶片封装 窄版的面积就要大 所以窄版面积大 窄版的这个业者就会受惠 那最主要的受惠就是ABF 窄版三雄里面的星星 对 老师一直都看好星星 对 那台积电是晶圆代工 这无庸置于的啦 688你都去追了 想不到跌到570以下 你居然买都不敢买 还跑去杀地 跟着外资杀地 那你就要去想 你这样的操作逻辑 到底对不对 好吗 好 那讲到台积电跟星星嘛 我们星星过去已经给你讲一段时间了 那有一些 可能今天刚看节目 我们让你知道一下 二月营收 它的年增是44 那月减 因为二月过年嘛 对 所以少了一点对不对 年增44 符合市场运行 而且它的平均售价 ASP还在持续上涨 那累计前两个月的年增42.5 非常漂亮 就是它跟去年的前两月比 它的业绩是年增42.5 那目前呢 我们跟各位讲说 三雄里面的景硕跟南电 其实它的平均本益比来看 是相对比南电跟景硕来的低 对 所以三雄里面 如果你真的要入手 只压保育档的话 对 我就推荐你星星 是 因为我也不建议把所有钱 都压在ABF上面 是 但是如果你要去买ABF宅板 那我会建议星星是首选 好 那星星呢 这一波股价跟着大盘拉上来 之前在这个月初的时候 因为这个合并续德等等的利多 我们有跟各位讲 利多出来会有利多出计 那现在都已经拉回 也接近前波低点 我觉得200 200 211 220这边 其实基本上是相对的一个低点 你可以在这边放心的进场 我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 好吗 那再来星星的部分 我跟你讲 志源因为刚刚这个慧山老师 有跟各位讲过 我这边我就不讲 因为英雄看法 所见略同 另外一档当然就是联电 联电我也跟你讲 很多人你买股票 你喜欢买在右上角 可是我很喜欢跟你推荐右下角 而特别是投信买过 又被他砍出来 然后他现在又要回头买的 那表示他基本面还不错 目前他就是具有 第一本益比高殖利率 今年的营收 还有可能再大于去年 我说他今年的EPS 有可能是六块 会比去年还要来得高 那至于基本面这个东西呢 我们就不用讲了 你要定住 今年要配三块 职利率有5.8 以下的股价来看 那我认为呢 大陆因为有一些问题 就是说中美贸易战的问题 可是你看他现在开始 往新加坡再去设新厂了 会分散这个风险 所以我认为 整个晶圆代工里面的话 成熟自成 联电是首选 对 确实哦 因为这几天台积电跟联电 一直都是被杀得很惨 更何况联电跟利基电 就是这些二哥三哥 是从去年12月 就一直肌肉不振到现在 所以虽然很多投资人都说 我们低档布局低档布局 但是没想到低还要更低 低还要更低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人 对联电还是没有信心的 所以这个点位 是老师真的觉得 已经是不错的 其实看过来 这边的支撑是非常强的 跟刚刚大盘一样 那你看一下 我刚刚是不是讲说 大盘其实离五日均很远 对不对 对 但你看联电基本上 今天的收盘价收51.8 它的五日均是52.14 其实它只要稍稍一个利多 或者把人稍微回来买一下 它就会站上五日均了 而且它的月均也很近 月均在这一个53.42 两块钱而已 所以它很容易就重新 站回多头的个格局 我认为联电这一波 也是因为杀得很凶 你可以在这边稍微做流利 低阶的格局 好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理财大亨 整理的讯息 以及晨晨老师的观点的话 也欢迎大家可以扫描我们的QR Code 帮助你在最近这波 盘式震荡的格局当中 能够稳定军心 不会做追高杀低 感谢收看 我是刘寒竹 我们明天再见咯 拜拜